最近网友留言想看麻辣香菇 OK话不多说 现在给它安排 准备好小案板 准备两个小香菇 把香菇的屁股给它嚼掉 然后打个花刀方便入味 准备点苹果 咱们把小苹果 咱们把苹果撕成小朵 放到小碗中 小金针菇 see you tomorrow 再准备一块小午餐肉 在超市买了点小丸子 再准备几个偶片 跟它放上 放到一块 准备一颗小白菜 这就是小鱼娃娃菜 在家吃啊 应该也就20块左右 你就会获得 极大的快乐与满足 再来几片美丽的小生菜 最后还有点素毛朵 跟它们放一块吧 切点这些大葱 再来一小块姜 准备三个小米辣 小米辣给它切小粒 然后来几个干辣椒 咱们把提香准备好的军了 先下到锅中啊 再来点盐 给它入个底味 烫个七八分钟以后啊 火锅丸子什么的 放到锅中 再烫个 两分 烫个两分钟左右啊 烫的差不多啊 咱们给它捞出 然后给里边来点 来点羊肉片 糊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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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给里边再来点 火锅粉 烫成20秒钟左右啊 OK啦 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油温两三水热 咱们把切好的葱姜下到锅中 稍微来点辣椒面 麻辣锅溜啊 锅到锅中 然后来点生抽 然后把焯好的羊肉下到锅中 然后各种丸子 来上来上一小袋这个土豆粉 再把提前准备好的蔬菜下到锅中 把蔬菜 炒软炒面炒香 然后来点白芝麻 小香菜 再给它点缀点灵魂泡面 好了好了大家好 好像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咱们先来上一块子 说实话 我的大刀已经极可难耐了 这一块的配料还蛮丰富的 这生菜已经扭 炒的太妮了 嗯 可以放两包酱 我没敢放其他的那个配料 嗯 还不错啊 说这个味道还行啊 又把这些花面 留一泡面 又把这些花面 嗯 嗯 说实话 这个味道 让我多少一点欲罢 不能根本停不下来 切了三根小米辣 感觉这个辣度 还能接受 已经被我强大的 自控能力 轻松拿捏了 嗯 买一点点 小小的 小鸡血 好吧 这溜很足啊 嗯 虽然我不太丑啊 但是 这一次我选择了 之后 给它搞一个这种汉堡包模式 有种奥利奥的感觉了 哇 麻辣香锅啊 主打的就是下饭 再来点这个 叫生菜 一九块子 嗯 今天天先睡中啊 嗯 啊 感觉这个辣度 也特别好拿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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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味道真的是透心良心飞扬 哦 哎 也就是我在这种灼热世界里边的一道光啊 哇 嗯 沾沾上一小块子 早饱里边有一颗小米辣 哦 什么 嗯 哦 哦 死 很酷 直接冰爽 少了没多少 再来上一点 今天米饭闷得少了 这个就是 米饭成为一个特别宝贵的资源 很棒 很甜 非常好吃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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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丈人说我瘦子就剩一层皮 于是给我送来8个猪蹄 这两天旅途劳顿 咱们简单给它补一补 猪蹄是老丈人给我提前处理过的 咱们把烧焦的部分 给它拿钢丝球给它打下 猪蹄咱们给它分开 然后咱们切点葱姜 把猪蹄先给它抽一下水 然后给烧 给里边稍微来点这个料酒 现在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油温微微热 咱们把切好的葱姜下到锅中 炒香以后来点提前豆瓣酱 再来点蘑菇酱 烧火咱们的炒出红油炒香 然后把提前准好的香料 八角桂皮香叶白酒炒果要扣 尝试老方下到里边 再继续给它煸炒一下 然后稍微来点水 现在咱们把炒好的猪蹄 给它下到锅中 挤一挤都能放下 然后把调料下到锅中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来点搂粗上颜色 盐来上一点 小猴油提鲜 盖盖小火咱们给它炖上一个半小时 接下来切点这种切个西红柿 咱们给它切成这种小丁 水开后 咱把豆腐捞出 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滑一下锅 然后咱们把切好的肉末下到锅中 然后来点葱末 再爆一下锅 点点豆瓣酱 再来点生椒酱 小生抽 然后来上点辣椒面 西红柿 然后来点水 豆腐隔离 一点点小蚝油 锅的五六分钟以后 再来一点点水溅水 酸酸辣辣的 哇 我只能说谁与针锋 哇 相当脱骨了 稍微来点的小卤汤 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也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啊 呀呀呀呀 现在来上一口 哇 甜 呀 嗯 软糯刀根本 根本夹不起来呀 兄弟们 你要说通过 哇呀 这你受不了了 第一口粉丝先吃啊 给粉丝老爷尝一尝 嗯 哇 相当软糯啊 我敢打赌啊 这口感 绝对比年糕 还有软度啊 这太烫了 怎么再来一小块 哇 呀 哇 尝尝尾鱼啊 嗯 已经软糯到这个程度了 再来一小块儿这样 多多稍稍有点烫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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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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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咱们这猪鸡光靠手是拿不好忘记拿的 无情铁手 就是太烫了 你看一眼 今天吃了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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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咱们这个猪体 咱们这个猪体 去一下它的骨头 然后咱们来点这个 我的蜜汁 西红柿炒豆腐 给它简单的和一和 来一口相当满满足 好吧 太爽了 吃肉不吃蒜 小肥小鱼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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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豆腐 酸酸爽爽的 特别开胃 加入西红柿 简直十来之比 微小口 小肥小天 小肥小碗 小肥小胃 鱼饭 小肥小 Toni 小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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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冰箱里边有一小块五花 咱们今天简单吃一个靶子肉 它把五花放到水中 简单给它解一下洞 拿水给它泡上个十分钟左右 然后咱们稍微切点这个五花肉 这五花削的差不多 说实话这块五花还蛮肥的 但是咱们一点也不怕 先给它切成这种小片 这片半厘米间放就OK 这五花就得这么吃 五花这么吃才是最好 然后咱们准备点葱姜 咱们把葱姜切成这种小段 姜给它切成小片 旁边说内蒙的冬天简直就是个流氓 就爱动手动脚的 这豆油早上冻得跟冰块一样 这削了一上午终于削开了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中间这个冰坨的把油给堵住了 这还倒不出来 接下来咱们把切好的五花也下到锅中 扒了一下防止粘连 咱们炸至五花飘起 给它捞出 来两个螺丝椒炸一下 简单炸一个虎皮尖椒 咱们简单给它炸 咱们简单给它炸成虎皮状 然后给它捞出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再来点油 来点冰糖 咱们炒个糖色 小火把冰糖炒化炒至枣红色冒泡 咱们把提前切好的葱姜 给它下到锅中 一瞬间的高温可以激发葱姜的香气 也可以把温度降下来 让盘侃停止焦化 紧接着温度下来了 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这样可以完美的防止高油温预冷以后 到处飞溅 然后咱们把提前炸好的五花下到锅中 现在咱们这个汤汁已经初步上色了 然后八角桂皮香叶搞里头 然后生抽 老抽 再来点蚝油 最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这个南乳汁 然后给它盖盖 咱们小伙子给它炖上一个半小时 咱们把豆腐切成小方块 准备点西红柿 来点番茄酱 来点这个鲜辣椒酱 中厨啊 咱们把这些大球料给它剪一下 然后把之前煮好的鸡蛋下到锅中 再来点炸好的虎皮尖椒 接下来咱们把切好的豆腐啊 放到锅中 然后稍微来点水 简单给它焯一下水 水微微开锅 咱们把豆腐捞出 接下来来勺猪油 锅里边稍微来点这个葱姜 葱姜蒜爆香 然后提前准备好的西红柿 然后提前准备好的西红柿 这鲜辣椒酱给它下里边 咱把西红柿炒香 然后稍微来点生抽 这习惯大锅饭了 有时候调料 有点小心就放多了 然后把豆腐给它放到锅中 稍微来点水 来小勺大料面 来一勺花椒面 蚝油 再来点辣椒面 稍微来一点点水淀粉 哇天这个小颜色 真是太诱人了 这个靶子肉啊 满分十分 你们给打几分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天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哦来来来一口来一口 哦相当诱人了 哇太爽了 哇天 哇天 这个肥收相见的 阿美 幸福 咱们这次再来一小块 哇 上边还有一片小小的大料瓣 是 maravil� swimming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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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再来一颗美丽的小卤蛋 哇 我这美丽的小卤蛋 惨糟不测 咱们再夹一颗其他的 这刚出锅子饭今天太烫了 不过还是蛮香的 豆腐来还是烂颜菜给我姐的呗 来点烂颜菜 还有这个虎皮小辣椒 然后就是我四方炒的这种家常小豆腐 米饭必须盖 谁盖谁可爱 好 哇 嘈嘩 嘈嘩 啊 嘈嘚 嘈嘚 嘟嘩 嘈嘩 嘈嘚 嘈嘤嘤 嘚嘚 嘲 嘈嘚 嘖 嘈嘅 嘔嘅 吃了甜蜜 味道是更濃郁 很酷 好甜 吃了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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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香